德国新德意志报11月2日文章 原题德国经济继续立足中国 2021年中德贸易额为2450亿欧元 一些德国公司十分依赖这个国家 缺乏芯片和销售危机 对宝马或大众的打击要小得多 因为他们在中国很活跃 今年7至9月 梅塞德斯奔驰在华销量增加近40% 在IFO经济研究所的调查中 德国制造业中几乎每两家就有一家表示 依赖于来自中国的订单 中国不仅是销售市场的供应商还是投资地 已经有2300家大大小小的德企 在华设立生产服务和销售机构 德国经济研究所称 如果与中国发生经济冲突 一些德国公司甚至会面临破产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的专家阿克曼说 从中期看绝对没有中国的同等替代者 英国金融时报11月3日文章原题 抨击中国对欧洲没什么好处 对中国的抨击已经足够多了 巴斯夫首席执行官保姆勒 上周回应对该集团有关计划 在中国扩商业务的同时 在低迷的欧洲缩减规模的批评时 如是说 他认为与其抱怨这家化工巨头 对中国的100亿美元投资 还不如仔细审视一下自身的不足 本周将率领贸易代表团 陪同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的 保姆勒说的没错 欧洲的工业企业正艰难应对逆风 而巴斯夫决定在中国建造一家 最先进的综合化工厂 绝非仅仅因为欧洲缺乏增长 这是一种最新迹象 标志着在一些欧洲大企业帮助下 曾满足于当世界工厂的中国 正迅速成为世界创新国家 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 尽管全球紧张局势 对在华经营构成风险 但梅塞德斯奔驰 大众和宝马都大幅提高 对中国的研发投入 如今全球55%的电动汽车在华销售 德国车企想保持竞争力 不仅要接触中国消费者 还要吸纳在华开发出的 专业技术知识 2007至2017年 这三家巨头仅在中国 设立五个研发中心 2018年以来猛增至11个 对巴斯夫这类企业来说 几乎没有其他选项 过去十年来 欧洲在全球化工市场的份额 减少五分之一 传统优势遭侵蚀 到2030年 中国在全球化学品销售中的 占比将接近50% 如果巴斯夫不利用这种增长 其他人就会取而代之 保姆勒是对的 抨击中国不会阻止 任何必然发生的事情